大家好我是陳思拉 歡迎來到陳思拉廚房 我今天要煮海鮮 我要煮一個黃金蝦 這個是我個人很喜歡吃的一個菜 希望大家喜歡 我現在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很簡單 這裡有六隻蝦 我今天是煮兩個人份 兩三個人都可以 這裡有六隻蝦 首先這些蝦都很大 首先我要剪掉這些 這個尖 是刺的 這個尖 還有眼睛 這裡剪掉 這些蝦都要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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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剪掉蝦就可以了 這樣你會剪掉少許肉 然後打開它 打開它 打開它 就看到有些腸 一條腸 就挑了出來 就這樣 拔了腸出來 就是這樣 你看下面可能會燜斷了 下面還有些 蝦都要拿出來 蝦的蝦都要剪掉 這些蝦都要洗乾淨 現在我就用牙齒和腔 再製成另一隻 再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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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剪掉 為什麼要剪掉 剪掉的話 我會覺得 吃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剝殼 因為鹹蛋黃 煮到殼也有味道 可以用嘴巴咬開來吃 撕掉腸 就這樣 頭部就不需要剪掉 就是這樣 我現在就剪掉 我先做這些 剪掉 這裡有六隻蝦 這裡還有一茶匙的蒜蓉 一茶匙的蒜蓉 因為蝦不是太多 六隻蝦 我就用了一個半的鹹蛋黃 就可以了 一個半的鹹蛋黃 我就加少少油 壓一壓 壓開 少少油就可以了 一個半的鹹蛋黃 我就這樣壓爛它 壓成泥 這樣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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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片的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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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就是這麼多 很簡單 這裡的蝦 我剛才就已經 做好了 剪掉了 我就可以預備去煎了 這個蝦 煎之前 我就灑少少粉 下去 我就用一個隔茶的磅 這樣 我 少少 灑在 面上 好少就夠了 就等它 香一點 這樣就會香 灑完一邊 就反轉它 就灑在第二邊 我這裡很少粉 一茶匙都沒有半茶匙的粉 是粟粉 這樣灑下去 就是這樣 我就預備拿去煎了 現在呢 我就燒熱了鑊 預備去煎的蝦 現在鍋已經熱了 我就放兩湯匙的油 我不需要炸的 是煎就可以了 放兩湯匙的油 剛才那些蝦 我已經放了些 灑粉 我就放進去煎 就用中火 用中火 很快就煎熟了 就煎 大概煎一分鐘左右 我可以一分鐘左右 翻轉它 這邊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菜很容易做 很快脆 但又很好吃 有些油 煎大概2-3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再煎一会就可以了 现在我煎了2分钟左右 最重要是把头向中间,因为只要煎熟头 身就很快熟,最主要是头 现在就差不多了 我就可以拿起它 先拿起它 一直都是用中火 这个时候,我需要少油 不用加油,我只放牛油就可以了 再收慢点火 收到慢火 把牛油 下蒜蓉 接着,我们下咸蛋黄 现在是慢火 再放入咸蛋黄 现在是慢火 如果不,不要慢火 慢火的蒜蓉就会焦了 还有咸蛋黄也会焦了 一直在一起 一直在拌开咸蛋黄 推开它 一直这样 记住是慢火,推开它 它好像有些泡 这样就可以了 你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 你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了 我们就倒入虾 再拌匀 拌匀 拌匀 这样就可以了 很快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 这样就可以上碟了 这样就 关火 上碟了 这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最重要的是 现在上碟 这样就直接夹上去 这个最重要的是 这个最重要的是 做咸蛋黄的时候 就要慢火 这个有个 就是这样 这些 我们就把那些 拌匀 因为这个 拌匀 这个很好吃的 拌匀 这个菜是很容易做的 这个黄金虾 就完成了 其实这个菜要来请客 或者做折都很好 又容易做 也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黄金虾 如果大家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给个赞我和分享 多谢大家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